上市場買菜得要精打細算 貨比三家 因為萬物起漲 就是薪水不動如山 通膨時代物價飆高 樣樣漲 小衰幸終於來了 全民有望大減稅 漲蠻多的 實際住行通通都蠻有感的 減稅的話也減輕現在的 就是現在物價通膨的壓力 截至今年7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已經超過5% 換句話說 達到3%的減稅門檻 2025年有望全民大減稅 縱所稅免稅額從9.2萬 提高到9.7萬 增加5000元 標準扣除額從12.4萬 提高到13萬元 多了6000 至於單身標準扣除額 也多6000 特別扣除額增加1萬 還有課稅急距也會拉高 自口的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是一種雙薪 兩個小孩的話 我們節稅的金額 最少可以從2600塊錢 最多會節省到20800塊錢 單身的話 它最多可以達到8400塊錢 所以說起來 這是調整的弧度 不可謂不大 對民眾來講 真的是一個小確信 如果以一家四口的 雙薪家庭來說 縱所稅免稅額多扣2萬元 標準扣除額減1.2萬 薪資扣除額則是2萬元 加起來5.2萬 在5%的急距下 一年省下2600元 如果是40%的急距 則是省下2800元 如果你是單身上班族 也可以多扣2萬1000元 預計替荷包省下 1050元到8400元 物價的確是在提高 然後假若政府考慮人民的支出 在財政稅收能夠負擔的狀況之下 人民當然樂見 它可以調降稅收 對 這對我們而言 也可以在額外多一些 去支應那個物價調整 漲幅的一些變化 物價漲民眾壓力大 不過財政部強調 實際調省多少 還要看8、9、10月的CPI數據 才能知道全民減稅 可以讓你荷包省多少 環宇新聞周辰輝煌宣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